两年前,高雄一所国中体育班老师 以金属曲棍球棒殴打学生成伤 招判拘役50天 今年初,同一所国中又被家长指控 篮球队教练以曲棍球棒体罚学生 而校长得知后,竟然要求学生签切结书 证明没有体罚 另外,明明就有官方补助 但教练却每个月收超过10万对费 也被家长质疑账目不清 目前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 篮球队为校正光拿下不少好成绩 而全中运将在4月20日登场 竟然有队员被临时取消出赛 不能出赛的原因居然是 要签切结书才能回归 但为何要签?原来是因为有家长指控 这所国中体育班篮球队教练 以曲棍球棒体罚学生 把学生打到受伤 校长得知居然要求签切结书 证明没有体罚 针对体罚教育局介入调查 不只被控体罚学生 家长也出面质疑 篮球队账目不清 明明有补助款 教练却每个月向51位家长收费 这些费用包括一地训练费 参赛时速 交通费 以及2000对费 加起来超过10万 甚至收支明细上也发现疑似不报 2000块的原有是 1000块是致印在教练费 1000块是致印在我的比赛的一些 出差费用 就是住宿啊 室啊 然后一些杂志的部分 2月17号那一天有召开一个 家长后援大会 做成决议 有关于后援会的所有的组织跟运作 都依照当天的决议来进行 这所国中体育班 现前才被爆出 老师以金属曲棍球棒 跳杀殴打学生成伤 如今在被家长指控体罚 账目不清 恐怕校方必须给个交代 才能平息家长愤怒 记者梁子月 萧志远 高雄采访报道